台湾处处见美景 食堂这次来到了彰化永静 正是要带领您拜访一处结合了岁月 跟天地之美的文化庭园 承美公堂和他周边广达十公顷的老树之家 这里的建物本身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 后代子孙花了足足七年修复之外 更植下了千姿百态的陵墓巨树 结合成一处敬天爱地的生活博物园 透过精心的巧思打造 展现四季的生态 无论是隔着窗圆远观 或是停下脚步近思 由风吟到宁静 不同的感受处处回荡心头 当然最懂得这其中意境的 自然是成美文化园的打造者 魏英焦董事长 非常难得的今天他要换个身份 做我们节目的私房导览员 华伦寺的展厅 每一个要换一个党 我们一年有十二个党 每年都要排队 所以每年有一个 以彰化线为优先的一个展厅 我们祖先的祖姓 就是孝帝勤俭 孝帝勤俗帝为人人是根本 勤俭为创业持家之要道 朴史为所成之良方 所以我们也依照这样的主性 一直发展我们的事业 千里之行死于故乡 弘土大业不忘秦恩 所以我像饮水食言不忘本 那依景荣乡是我的本分 是从这样的想法 开始盖这个公园的 所以我想给我们这个社会 先从共荣共享以及共好 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要提倡这样的文化的素养 所以从饮水食言我就放在 我们铜像的后方 最重要的最后一句话 莫忘先祖来使路 这是我最大的提醒 我们七个兄弟姐妹 都在这个房间出生的 我从小就会 瓢这个水 怎么现在的水 要透过这个瓢 把它瓢出来 瓢起来 我从小就是这样瓢水 这个是要练的 你是要练的 我现在我人都叠进去了 我们当时是一个铁床 两层的这样住在一起 七口人 对 连爸妈九口 九口人住在这里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中药 所以中药的加工 就用切刀 没有抱怨那时候 没有 生活得很快乐 董事长我们今天来到了 程伟文化园 我称呼你 你说圆祖可不可以 可以 其实整个的一草一木 一物一井 都是您自己对于 仙人追忆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这里我们正面对的这个园区 您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形容词 来表达您对于 程伟文化园的最好的形容 程伟文化园的形成是因为 我三弟也是三董 先见过了 跟其他老师 建过了程伟公堂 因为当时从1885年的时候 我们在重建的过程里面 我们清老老师跟三董 非常用心盖了程伟公堂 盖到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时候 我看到程伟公堂这么漂亮 所以应当红花立月 应当是把它配衬在一起 所以才有程伟文化园 去把它接轨 所以是这样 越做越有兴趣 所以比方 我们今天看到的 园区的高度 都是我个人 在这里蹲在这里 看到园区的整个 想它是一个田地 我们怎么去把它 高低起无 有一个设计感 我们要塑造出 我们所有的天际线 是非常完美的 是这样的设计的想法 置身在这里 会有点让你感觉 你好像到了一个 没有建筑物 又回到了一个先人那种 他们纯净宁静的地区 可以享受到自己的平静 我听说这柠檬的树 不仅您亲自挑选 最年轻的也有八十岁了 都是老树 等一下 我们眼前就有一棵 非常具有意义的 它是日本黑松 对 它的历史 你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 董事长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黑松210岁了 前面的100年 是我们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日本的官员 从日本运来 在阳明山种植 所以经过在日本100年 在阳明山 这个官社住了50年 被田伟的一个 黄天赫老先生 看上了 就把它买回去 安顿在 田伟他就一直照顾 他给我吸引最大最大的 怜音 我坦白告诉各位 我们四个兄弟 同根生到现在来合作无间 可是你看到他的树头 上来有大小的四根主干 代表着四个兄弟 所以因为他代表同根生 团结合作的一棵树 又有四个兄弟 四只干 各自发展 成立一个家 所以我想 这个是我带黑松特别喜爱的地方 他在这个园区的最一开始的位置 放在这个地点也有他的用意吧 对 这个意义就是 人家说 想好的位置来安顿这个树 给所有要经过这里 还有回来到新土大厅 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干 所以大家都会留在这里拍照 分享这个整个树带来的风韵跟务史 对 以及家族的这个慎重追缘 对 其实这个树不仅您这个位置 我们刚刚注意到外面来的 幸福大道就是游客进来的时候 对 也有七棵树 据说叫做兄弟姐妹树 对 您这个解释一下 也是很特别 在幸福大道的时候 我有种四棵树 代表四个兄弟 站在那个位置迎接大家 也是迎宾树 那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一个种斜斜的 它是代表家族 代表兄弟 在那里迎接大家的到来 成美文化园 再来转弯的时候 会看到三颗百日红 会开红花 代表三个姐姐 所以我想成美文化园的一开始 就是四个兄弟 三个姐姐 见过这个家了以后 怎么去把它文化的传承 记忆记忆 花样下去 种树也是不仅给大家来看 也是替力自己 对 不断每天自己要团结一心 一心就有力量 对 但我也要问一下 据说这边都是老树 我们刚刚提了 对 500年的 这个200 200多年的 对 为什么刻意的要收集老的树 你有这个方面的 也有是有用意吗 对 成美文化园 因为我们的古厝 是1885年 就来了一个古厝 先人所上营工盖了一个古厝 那这个古厝离现在已经137年 所以在古厝要怎么去配老树 所以就想到我们要成立老树之家 收集台湾各地的老树 所以所有的消费者就不用到各地方去看老树 在我们这里不管是紫潭 不管是七里香 柔万松 他就能在这里一目了然看到老树 是不是也是帮台湾保存我们的永续资源 对 因为最重要的是台湾的这个树也是一个资源 资源要怎么去不流失 因为看到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 我想台湾的老树很多人要 所以无形中我们这个树就流失掉了 所以我们想到时候想去集合它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集合不来 所以我们会把文化的传承排在我们的第一位 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功课 要怎么从这里文化的传承到下一代 我说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下一代没有文化的涵养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我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开始在经过我们的传承排 我是在看您大概每天想树的时间 跟想人的时间一样多 想人 想树 想世类 东东在并行 你和那么多老树 你要把它整个要留存 而且你这里面你不仅要说服很多人 你还要收藏 还要运送 还要根植在这边 哇 这不仅是一个爱人 你要花很多的力气在这里面 好 要花很多的力气 好 种了以后不是种完了就结束了 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大黑松 我先跟各位报告 我们种这个黑松每年要修剪一次 一次20天 工作天 所以你看花位是不少的 每一棵是每一年都要修剪 所以才能保持这个 现在你看到的元期这么漂亮 没有爱常人办不到的 你光对每个树 对对对 而且都维持最佳的状态 而且要一年四季的配合 对不对 刚才我们看到中达这个钵 这一棵是松 这一棵是钵 这个钵总共修了40天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用心 给人来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个花了很多钱 其实我们不在于花多少钱 这个定义 我们要说我们用了多少心 在这个土地上 所以我重视的逻辑是 每一棵是都是空气 阳光水跟土地 去把它培养出来的 我们要珍惜大物 董事长还是要透露一件事情 你到底有没有最爱的哪一棵 我不相信没有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棵 大黑中 代表四个兄弟 异翼飞板 如果我是你的原定 我要知道好好保护它 对对对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地方 对不对 有一个更是大家记忆的 我们叫做龟香辣道 对 好 一定要走 好 拜访洛宇松步道前 我们路过了一处 自然成型的空中拱门 两棵大树巧妙的伸展 即将在天际搭起一把 绿色的巨散 现在进龟香步道 我种了两棵 一公一母 伏极寺 这两棵嘎当 这两棵等一下我们转角过去 嘎当的一公一母 伏极寺 我在种的时候我就相信 有一天大概十年 二十年它就会合体 就形成一个拱门 这个拱门就进我们的家 这又是另外一个意境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 最多人在此流连忘返的 龟香步道 这些落雨中 其实是台湾很著名的打卡景点 但我想你当初设计的时候 也有它特别的用意 说一说 这个落雨中的特性 就是春夏秋冬都不同 春天的冒芽 夏天是绿叶 秋天的时候转红 冬天的时候肉叶 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情景 也是人生的世纪的转范 人生都是有高低起伏的转范 那落雨中 坐在这里的目的是 因为我们的工厂在天津当时的情况 所以我就想说 我回家的路 等一下我们要从这里经过 到我们的承美工堂 就回家的路 要布建一个回家的道路 所以叫龟香步道 这个原有是这样来的 铺葬石子的原因是因为 有残意的关系 想说要怎么塑造 是更有残意的步道 来呈现给我们的 所有的消费者来宾来享受 所以也给主人听到了 我们走路的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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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声音去传打 给主人说我们回来了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残意 开始去设想 这个我们的龟香步道 这个我们看到的碎石 这个也是表示说 这个回到乡居的一个交换 然后告诉我们的先祖先列宗们 回来了 回来了 然后一路 其实所有游客走到这条路之后 我觉得这个碎石声音 突然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用语 述我讲的话 就是一切的纷扰 到这时候回到祖先面前 都平起下来 带着你的宁静千层的心 要进到我们祖先的家园 对 其实当时在设计 我们就提示了 有一个静心 静心 静心 要如果把心情静心 第一个静心是 我们用这个环境来转换成我们心灵 第一个静心 第二个静心 我们要在这块净土上 来给各位分享 第三个是临近自然 定静安利得 也刚才主任所讲的 就是我们要我们平静 安静的心回到我们的家 一切的纷扰就结束 就是这样 我已经平静了 我先准备去看一看了 好 还是您带领 谢谢 我们希望这个团席灾 在成为台湾 作为大木匠师 沿袭传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 整个传统建筑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大木结构 旧的东西在新的上面 重新的有新生命 对 新的东西在旧物上面 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 对 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 对 在这一面墙上 适时 而且适足的表现出来 城美文化园的修复工程 可贵之处 就是完全依照科学的 实作精神 打造了一比一的 试作模型 确定材料工程 都没有问题之后才动工 如今这处叫做 传奇斋的试作区 也获得保留下来 继续发挥它的功能 如今我们走到了城北文化园的核心 城北公堂 还有这边我们加入了一位来宾 就是我们的陈总顾问 陈总顾问 也是从小在这边成长 是 那对这个园区的投入 那就是毕生的心理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来讲 我知道我们进入公堂之前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是传奇斋 传奇斋 其实在各地的古迹维护上面 很有名气 说一下它的当初 为什么会有这个地点 如今维护它的用意什么 是 在陈美工堂修复的时候 因为过去我们没有修复 传统建筑的背景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 去观摩各地的修复 我们很努力的 去请教了很多的专家学者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创集 就是把整个陈美工堂里面 修复最困难最复杂的地方 就是这个正深跟护龙交接的这块 那这一块是最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用1比1的施作方式 来这里盖了传奇斋 那这个传奇斋的设立 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从技术面来看 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工法 可不可行 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材料 适不适合这个地方的土地也好 或者是气候也好 另外董事长在修复自己老宅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企业经营的理念 也加在修复的工程里面 所以他就思考我们的修复的要花多少时间 要用多少的经费 那我们透过传奇斋的这种 市座区的做法来确定工法 确定材料 确定时间 我们希望这个传奇斋 成为台湾作为大木匠师 演习传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役 因为整个传统建筑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大木结构 那我们在我们这里的就可以看到 很清楚看到他的大木结构 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斗拱 很清楚可以看到笋毛 它是怎么设计怎么使用的 那我们也很清楚可以看到 编组加尼墙是怎么做的 我们知道成为工厂其实从当初始建 到现在跨越三个世纪 如今在台湾所有的国务维护里面 很少数是得到文化部的古基维护奖 昌华县都是唯一的一项 对 近年你们得奖 这个整个市座区的概念 对如今这个古基的完整维护 它是不是有很大的功劳 这个市座区对于古基的维护最大的就是 我们在市座区 故意设计成西塞的方式 因为台湾的日照非常的充足 西塞的这种房子 会造成它的油漆很快类化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西塞的方式开始也来测试说 在台湾这样子的气候里面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油漆最适合 所以从整个陈美工厂完成之后 我们的市座一直在进行 我们现在一直在进行的是油漆的耐厚性测试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永久性的 而且不断的在做各种的考验改进 这一个很了不起 那台湾现在有很多地方 你知道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教育基地的 对 有很多地方的来学习工法 是不是有到这边来学习 有 他们这边也得到了实际的帮助是吧 是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很容易可以看得到 这个一清二楚 他的梁柱 斗拱 屋顶 还有这个编组加内墙等等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活生生的教材 所以您觉得我们进来看这个百年历史的公堂 看到一个古厕 除了缅怀仙人 除了看到后人的辛苦之外 您觉得我们看到一个古建筑物现在最大的应该感受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应该是什么 我想 我们看到古建筑物 第一个 我们要体会到的是先人的智慧 嗯 体会到先人的智慧之外 就是我们要心存感恩 因为有先人的努力 才能创造这些优美的文化 那就我们这一代来说 我们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的任务 我们要让老一代的人 能够找回他的记忆 能够让年轻一代或者是新生一代的 了解到过去的美好 我想我们就扮演的一个既往开来的责任 对 光新人能盖这个 而且当初哪有试作区啊 对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帮忙才知道他们 多艰险的过程 所以您重回一趟老祖先盖这个房子的过程 可能感受更深吧 是 当然更深 对 所以我想亲到老师对于这个长崎义工跟三董 在建过这个承美工堂的时候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用了花了七年的时间 等一下我们到现场看了 每一砖都是在1882年放的位置 跟今天同样一个位置 好 我们的董事长跟总顾问带我们进去好好的再仔细的来观赏 同样这个承美工堂事实上就是原址的重建 对 而且尽量的复旧 不过光益 这边我们看到的专强上面有些有编号数字 有些并没有 你帮我们说明一下这里面所花的心思 这是原地重建 我们在修复古迹的过程 三董跟欣耀老师非常非常的用心 比方我们从这里都能看到 有编号的 我们是在这1885年留下来 在我们重建的过程我们先把它解体 这块破的 我们再从高雄的大树乡去复制一个 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我们这样建过车我们现在看到的墙 所以我们这个能修用修七年的时间 修旧如旧 我们非常用心 刚才欣耀老师讲的 我们非常用心的投入 虽然是一个小细节 可是你看到有编号是1885年留下来的 没编号的就是复制的 所以新旧并存在这一面墙上 旧东西在新的上面重新的有新生命 而新的东西在旧物上面也找到自己的存在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 在这一面墙上适时 而且适足的表现出来 首长让我想起来 你要不要你的手 我们手结合起来 你的手这就是祖先的手 刚刚接着我们的手 这祖先的手 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用祖先的手 这个可能因为随着1885年到现在已经137年 破绳的 我们再从现代的手把它复制一个 再放到原来的位置 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是不是 祖先為了教育下一代 所以就在寫了一個 gi Pig 孩子出去都要很 gi Deb 很 gi 所以這句叫感 上有守護 下有守托 女子為好 我們要學好孔夢 所有假如我們的孩子 都能學好孔夢 上有守護 下有守托 你覺得 這樣的家 是不是最完美的 董事长很厉害 他只要刚刚用绳子 用他的力道很技巧的一翻 刚好就把桶子翻了一个个 颠倒一下 刚好桶子就套在水上 再一翻 桶子就把整勺的水 全部拉了上来 我们这个队连 上年有 曾先带未整之事 功气天心 下年有美旧时国美之机 饲养主德 我们批是成人之美 他的意思是 现在未完成的事情 我们能够把它完成 这是一个功德 跟天的心意相契合 我们看到这四个字 其实也知道了 成美文化园 它的真正的由来 这就是一个成美文化园的 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的地点 我相信对您来讲 作为一个家族的传承者 你都在这边应该 感受性比任何人更强 感受两多 你走过来这么多年 每次走过来 包括现在此刻 你的心中会有怎么样的感觉 非常蓬勃 要把它做好每一件事 才对得起祖先的趋势 每一间房子 每一间蓝色 每一个景物 其实都是在提醒你 对 仙人的教训 对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现代人 其实很多时候忙碌至于 我们会忘掉了 对 要提醒大家 希望我们美旧时国美之计是 当时祖先盖好的房子 旧了以后不是那么漂亮的房子 我们假如把它修复好 像今天这个模样 我想也能饲养祖德 所以你看祖先的期许有多高 你看 而且不仅是祖德 而且你把在地的文化 都往外拓展 对 现在我们来到了成美宫堂里面 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景物所在处 光这个字的念法 就有很多人非常的好奇 董事长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字的用意 以及它为什么立在这里 这个以前 这是一个书属 这个明伦亭是一个书属的地方 所以祖先为了教育下一代 所以就在写了一个 就念 就是每一个孩子出去都要很 很厉害 所以这句叫书属 乞这个客家话的意思就是 很棒 很棒那个意思 向上 对 很棒 好的意思 好的意思 那这个字我把它现在 再解说一下 它怎么去形成 因为上有守护 下有守托 女子为好 我们要学好孔梦 孔梦 有没有 阿杰 所有假如我们的孩子都能学好孔梦 上有守护 下有守托 你知道吗 这样的家是不是最完美的 最美好的 一定是走向正道 对 一定走向正道 所以说以前我可以设想一下 这边是学堂吗 对 学堂 那就是孩子们下一代学要念书之后 第一句话就看到有如孝俊一样 对 提醒他们要学好孔梦 对 发扬如家的精神 对 哇 所以我们为家的孩子 我们从小这样把它熏陶 我想这是我们最值得祖先的智慧的地方 第一代就开始有这个词了 对 上林宫开始就这样建立 你看1885年 就137年前就势力的这样了 二种你也是从小看着他了 对 看着他长大 好不好 有没有发挥提醒作用 有 我认为我们兄弟的和谐 跟室内的打拼为人处事 我想给我们很多的教化的功能 这是确实 所以人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提醒 对 所以我们现在放在这里 上一代人的智慧 对 上一代的智慧 好不好 大家知道了 念 KANG 上有守护 下有守托 女子为好 学好孔梦 这个是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要成人之美 与人为善 对 成人之美 与人为善 好不好 好 我们成名公堂里面有一个井 它是活的井 所以当时大户人家 所以就必须要有井来取水 来饮用 跟家庭的所需 那我从小就会 瓢这个水 怎么现在的水 要透过这个瓢 把它瓢出来 瓢起来 好 来 来 我从小就是这样瓢水 我刚刚观众解释一下 没有看到的部分 桶子长很厉害 他只要刚刚用绳子 用它的力道很技巧的一翻 刚好就把桶子翻了一个个 颠倒一下 刚好桶子就套在水上 再一翻桶子就把整勺的水 全部拉了上来 这个是要练的 你试试看看 我现在我人都叠进去了 这个很扭气 这就是您小时候的区域 刚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狭窄 但是我相信快乐也充实 对 做这些一切 您最想心中要追思的什么 你最希望给现代人来 就于后十年前 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想在这个建构的过程 我非常高兴 也上有这个机会 能够给更多的观众 来知道成美文化圆 这是我最大的取悉 那当然建构这个里面 我想最重要提出来有两点 一个是成人之美 我们凡事要怎么去帮助别人 成自己快乐 别人幸福 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就和谐进步 这第一个成人之美的部分 第二个 孝道 我想今天你看到我重视 铜像以及所有的摆设 都摆孝道第一 所以人文的传承 我们希望从这里 直到我们在文化的传承 这一块里面 联合国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怎么去提倡 我们申请UNESCO 联合国亚太文化自然保存奖 是我们最后提醒的 你们提出申请 已经提出申请 联合国亚太文化自然保存奖 这个目的我们有五大心愿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 在这个过程里面 把它展现出来 就是我们怎么去传承 我们相互的延续 文化的传承 以及人文的教育 以及我们怎么去敦清牧林 以及行销台湾 行销整个认识我们 永进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取识 是能够透过我们实际看到的人 去传播给社会知道 所以这个文化园区 接下来会有不仅是台湾的行销 也想跟世界要做连结 对 我最大的目标 希望透过我们的手 能够到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能够给大家知道 台湾有一个彰化线的永进香 很了不起 只是透过我们这样 台湾有一个成美文化人 我想这样是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在运作 就是不仅爱仙人爱乡土 更爱地球跟我们的大环境 很多的年轻人将来有机会来 你有没有什么话跟特别 第一次来看到百年以前人 生活这些年轻人 你希望他们来这边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种领悟 我想要回到原点 这个社会的变化确实非常大 我们希望大家都回到原点 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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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尽传心 以尽利心 以尽民心 成美文化园 您认为它最代表的是什么文化 我想刚才向后地延续 文化的传承 造武乡里 行销永迹 幸福台湾 这是我五大的诉求 我想最后还是要回到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一个幸福的台湾 我们透过地方的美食 跟我们现在松伯仙的美食 一起结合 我投资这个成功文化 虽然它不会顺利两平 可是造就了家族的团结 造就了子生二代 都非常非常的团结 都是一个好孩子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报 我们饮水思源不忘本 以井荣乡是本分 我希望把这个精神 一直传达到我们所有的贵宾 现在我们来到了成美文化园 我认为另外一个同样美丽的景点 松伯轩 这边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总顾问在这边 松伯轩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片 相当有寓意深刻而且布置清美的一个景致 二总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后面这个景致它的用意是何在 感觉无比的心胸开朗 而且这边是场快乐不得了 这后面的布置有它特别的用意 我想松伯轩要给所有的消费者 来成美文化园的消费者一种 尝新的体验 什么叫庭院 庭院的定义我自己的诠释 希望种了很多的老树 一个老树的之家 我们这些老树 来自四方八方 来到这里种植 因为我们提供的土地 空气 阳光 水 使它慢慢的长大 这些树给用餐的人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想不是台北的繁华都市里面能看到的 我相信给层面文化园更加分的一个 用餐的环境 所以来服务好我们层面文化园的 用来访客能够来这里用餐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 想法是就从这里开始的 我看一下我觉得整个不仅是用餐的愉快 而且在视线所及你会感觉到 人与大自然真的是融合在一起 是多么愉快 谈到愉快 桌上我们看到这些美食 有部分也是来自于我们这边地方的特色 有一个肉卷好像还是跟您的家庭的成员 有关的这个采访是不是 二总 好我想我们要把美食推广到台湾各地的话 全世界 我们应该讲个美食 把地方留存下来的美食应当也要把一起参数出去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挂包 是用面粉不加一滴水 使用零红饮牛奶把它制成的面皮 加上我们二姑姑所做的碰碗 跟我们现在用的头刀糊 跟姜菜一起跟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配料一起 把它组合起来 那肉卷是我二姐用滴的肉洗油 把它包装起来 把它做成一个肉卷 非常好吃可口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透过地方的美食 跟我们现在松柏仙的美食一起结合 我想就是来代表 所以那个肉卷应该本来是一个家常菜 然后推广到这边供大家来用餐 然后大家享用对不对 对 从过去其实你可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协助设计的时候 大可以把这边就当成一个大型的花园 大型的园林展示馆 也就可以了 很多人讲 但显然这边它的用意是更多的 你不仅包括了古迹的维护 宗词的欣赏 还有包括了闽客文化的共荣 还有你讲推广了很多 你现在讲的图书阅读这些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用意在里面 为什么文化的用意 你明可以 原来可以做简单的事情 你要做这么复杂 卫士士穷弟他们早年离开永静 到大陆去打拼 但是诗诗念念的还是自己的故乡 还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我们如何把故乡 把亲情化成一股力量 因此我们在修复陈美工堂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硬体的工程 它更是一个软体的工程 那这里的软体工程 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客家移民文化精神的呈现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上来看 这个陈美工堂的整个建筑 它这个中桌线上最重要的建筑 就是祖先厅 然后后面这里是神明厅 这里代表的是客家移民精神里面的 敬主 敬忠 敬父母 然后后面是敬天 敬地 敬神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 爱族 爱忠 爱父母 它呈现的是什么意思 呈现的就是一个 饮水吃盐 孝顺父母 敬职爱忠的精神 我想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去推广 客家在移民过程当中 他要冒险患难 勤俭持家 然后最重要的他要顺应环境 那顺应环境就要敬天 敬地 敬神明 那这种精神呈现的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孩子 他发展的地方可能都不是在台湾 是全世界 那如何把这种客家移民的精神 冒险患难 适应环境 这种精神发扬出来 让我们的未来的孩子 他才能够有更大发挥的空间 所以这里面是对成人 尤其对青少年 尤其对下一代 要让他们不仅看到而要去学习 对 这里面的精神 有没有在十年当中 或者更久的时间当中 有发生一些事情 事情原先在规划的时候说 没有预料到的 但后来想出了方法 获然而解 有没有 我认为青少老师跟山董的成美公堂 可能会比较有这个问题 因为种事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这个困难会比较少 在成美公堂因为它是木造的结构 所以可能在一步臭 可能就绝对不在乱 我以为大自然是更难操作的 大自然是未来的养护非常困难 那我想问一下总问 你在这个时间当中 你有没有碰到 你所没有料到的困难 是 我想当时我们在修复成美公堂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个 环境维护的工作 所以当时我们所使用的漆料 是环保漆料 那这个环保漆料 我们在维护过程当中 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环保漆料没有办法阻挡 台湾日照的之外线 所以这种漆料的劣化 是我们在做维护工作的时候 最困难的地方 那就要去想办法 所以在这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个油漆耐厚性的测试 我们在这个成美公堂西塞的那个墙面 做不同品牌的油漆的测试 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我们以后成美公堂 维护的时候的一个方式 也希望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呢 来跟所有的 所以别的古迹也可以享用 对对对 有一个难题你一定会碰到 既然这边开始是用文化推广 为它一个核心 但将来也有很多人来说 这边应该做娱乐 做更多的声光设计 你会不会觉得将来两个很难平衡 因为已经定义是一个文化延期 我认为这一块不会去加入 只要是文化相关的我们会加入 其他的我认为 这边也会很坚持 很坚持 因为你愉悦的这个限速 无限制的那个时候 没办法聚焦在文化延期这一块里面 所以我想在文化的传承 是我很坚持的一块 其实我刚刚在那边走遍的园区之后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当夜深圆镜 或者一早起来那时候是没有游客 只有你能够自己来在那边 享受的这个来看到的时候 你那时候心中在想什么 你是一片就是宁静 还是觉得真的 我无愧于仙人 我自己无愧于这片土地 你心中那时候在想什么 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常常想起 在对联上 成仙代未成之事 功气天心 美旧时国美之机 饰养主德 能披世成仁之美 我想仙人已经跟你定调了 一百三十七年前 祖先会下注这个门脸 我认为我们祖先的智慧都超越我们 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 如何再把它花样光大 没有他想法 就是把它假如花样光大就饲养主德 董事长您有没有事业上的烦恼 真正在这个树林当中走来走去的时候 焕然而解 有没有 常常会有这个 我想同时社会公益最好的 我敢这样说 我投资这个成仙代未成仙 虽然他不会顺利两平 可是造就了家族的团结 造就了子生二代 都非常非常的团结 都是一个好孩子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报 两位最后对于所有未来 或者到现在还没来过的游客 或者对于这个城北文化园 你们有给他们什么样的期许吗 我想刚刚我们谈到说 我们希望永静的孩子 或者台湾的孩子 能够走出去冒险欢难 然后我们希望世界能够走进来 我们这个园区 可以看到永静的文化特色 可以看到永静的产业特色 我们的文化特色就是 永静是台湾族群融合的魔幻生 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 敏烈戒斗非常严重的地方 那我们陈美宫堂呈现的就是一个 敏克融合的建筑 它是一个族群融合的精神 很厉害 董老师你呢 我想我最希望的 就是说来到陈美武汉宫 不要自己来 就是先生带着太太 带着孩子带着孙子 一起来陈美武汉宫 因为你从这个陈美武汉宫 能看到体验的 能够传达给下一代 我说下一代有没有文化的涵量 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我常常在呼吁这个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做 希望大家来到陈美武汉宫 最重要还是提倡它的孝道 所以我说我在天津的工厂里面的时候 千里之行死于故乡 宏图大夜不忘千恩 最后我们饮水思源不忘本 衣锦荣乡是本分 我希望把这个精神 一直传达到我们所有的贵宾 能够来分享以后 他可能回去一些观念的改变 对父母的较劲 我想起的作用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双人诚心打车 对好不好 谢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